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 胸部大的人容易得第二型的糖尿病 而且据说这个C cup的人是最多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最近有一篇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们做研究 大概受试者有9万多人 9万多人,那真的是还蛮多的 它校正掉一些糖尿病的危险因子 然后它去看它说20岁的时候 你的罩杯是多大 然后来看一下追踪之后发生糖尿病的机会多大 所以是看20岁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30岁40岁是这个Cup的话就不算 就不准啊,这个研究没有讲到那里 是20岁的时候Cup 发现说,A cup还 那个危险率可能就是最低 那B可能就到37% 然后C达到70几 30几,然后跳到70几% 那它那个低都要可能到50几% 那为什么低反而比较少 低是50几% 这可能就很难讲到什么原因 因为只是一个探导有这种情形发生 这还需要进一步探导 对,然后它发现说 为什么会这样 有可能是因为胸部Cup大的人 它的那个,其实我们知道嘛 胸部实际上都是脂肪组织 那脂肪本身太多的话 也会诱发我们那个胰岛素抗性 所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如果更大的E Cup呢 E Cup的这个趴数 它就没有做到E Cup了 没有做到E Cup,只有A,B,C,D而已 但C是最高的 然后反而D还往下掉一些就对了 这也是比A来讲还是危险很多 还是危险性比较大 那可能是因为脂肪的关系 对对 好,第二个打胰岛素会变胖 甚至还会失明吗 来 其实这分两个阶段讲 我们通常病人在后期 刚开始危险用药 然后后期可能在15年20年 他有时候会就是合并打胰岛素 那胰岛素的话 打下去的话会让你产生一些饥饿感 所以有些病人确实会有一些肥胖的问题 但是这个都是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加上运动 加上饮食的一个调配 或是说你在设计分量的时候 帮他设计进去 让他体重不要再变胖 但是你打胰岛素会失明 这个是谣传 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病人 就是说该吃药的时候 用药再用药 等到真的不行 医生现在要打胰岛素的时候 要打胰岛素 因为我们曾经说 打胰岛素是那个总统级的照护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李登辉先生 他就是打胰岛素 对 所以其实打胰岛素 是会让你在糖尿病的一个生活品质 跟所谓后续的一个并发症的烟 会把它延后 所以该打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要打 那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你只要去医院 其实我们的护理师 都会教你如何去施打胰岛素 那打了之后 我让你生命延长品质变好 但是应该不会失明 不会 但是是你后面血糖控制不好 有的人是反而他不打 医生叫他打他不打 才会有到后面是失明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好 再来看看打胰岛素 会得肾上病蚂蚁力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人 他后期在 尤其是起肾的病人 其实有 我想应该是有一半以上 都是来自于 所谓糖尿病肾病变嘛 那有时候他可能 因为为什么会打胰岛素 一定是第一个 时间太久了 你的糖尿病病史太久了 第二种就是 为什么一下子 可能他用药没多久 他要打胰岛素 那一定是他血糖控制不好 所以他整个习惯都没有改变 用药已经没办法了 他只好再变成说 本来他是十年要打胰岛素 他可能变成他八年或五年 医生就说 不好意思 你控制不好 你就要打胰岛素了 那这个其实不是等同于 会得到肾脏病的 所以有控制不好才会有肾脏 可以补充一下 打胰岛素会得肾脏病 事实上还蛮多人 就打胰岛素之后 就开始要洗身 大家就有这种错误 所以就大家就以为是这样 对对 是因为他之前 血糖都控制到很差了 通常到了肾脏病的 比较后面的时候 我们的胰岛素 就是大概就只剩下胰岛素可以用 很多的降血糖药都不能用了 我们就只能用胰岛素而已 所以刚好当时用了 然后你就准备洗身了 这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点 所以你如果能再早一点打胰岛素 控制好你的血糖的话 那你的进入洗身的时间 就可以被延缓 所以打胰岛素不会得肾脏病 太晚打胰岛素才会得到 所以是时机的问题 对对对 好 再来看到糖尿病会传染吗 糖尿病会传染吗 不会啊 不会 对对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对对对 有人问过你这问题吗 不是疑传啦 疑传跟传染是不一样的 但是第一型的 第一型的话有可能 但是第二型 不是传染是疑传 疑传 那第二型不可能传染 不可能说就是什么 他糖尿病我糖尿病 然后我们一起 或是 公用筷子啊 什么都糖尿病 不是不会都不会 那其实是生活习惯 跟所谓的一些什么 环境的因素 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 也是习惯去引起 但是第一型的话 是会隔代遗传吗 有可能会隔代遗传 隔代遗传 有可能是爸爸没有 那可能是阿公阿嬷 有的话也有可能 对隔代遗传 好 再来这个糖尿病患者 比较容易得到感冒 跟其他疾病吗 有听过吗 罗医师 的确在糖尿病的患者 可想而知 他对血糖的利用很差 相信了 相形之下 对一些氨基酸蛋白质 跟我们身体的一些 免疫反应 比如说球蛋白 我还是回到我们中医 叫做气虚跟阴虚 所以他得到感冒机会 在我们中医院看来 是有相对的 不过目前没有 整个国际期刊 专门在研究这一块 可是其他并发症 已经都确认了 比如说对肾脏的问题 对神经病变 对我们眼睛的这些退化 这样都有相关疾病 可是感冒真的 糖尿病人 你得到感冒的机会 目前没有大型研究 可是你会发现 糖尿病的病人 你得到感冒之后 他好的比较慢 你可以发现 你血糖控制不好的人 你糖尿病 你发现感冒收尾 就特别难的感觉 这部分在我们中医药 看起来都是有相关性 所以财师是因为 比较虚弱的关系吗 要不然为什么 人会说比较容易感冒 糖尿病人 我们就认同 他是一个免疫 比较不好的人了 所以他容易感冒 也容易感染之后 比较不容易好 所以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